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很開心大家一起,我們今天有網上的言經的討論的時間 我們仍然是說回賞賜的,就是說神的賞賜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從哥倫多前書第三章說到將來我們所有的工程都會被火試驗 如果真心愛主的呢,就是真心愛主來侍奉的呢,就是金銀堡石 如果不是真心的呢,就是草木無佳,或者是有惡意的 或者是侍奉的時候有罪而沒有悔改的,那這些是草木無佳 那當我們願意聽神的話,遵從神,真心愛耶穌,耶穌一定是喜悅的,一定會賞賜的 那另一個問題很重要呢,就是說到底這個賞賜是什麼呢? 我們在哥倫多前書十五章呢,就是有看到呢,就是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 有好像天上的形體和天上的榮光,就好像天上的日月星那樣的 有些人就好像人,有些人好像月,有些人好像星那樣有不同的榮光的 那就是說每一個人按照他們所行的,將來有不同的榮光 那這個對我們是很大鼓勵性的,就是說呢,神真是紀念,並且有永恆的分別的 那到底這個榮光是什麼呢?在出埃及貝撒十三章說到,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然後呢,神就說我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然後後來呢,祂又說到我的榮耀經過,所以呢,其實又是祂的榮耀 但是帶著神的恩慈,就是說原來我們在天上將來有強烈的榮耀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有神很強烈的恩慈跟我們一起 然後呢,我們就看到呢,是將來呢,我們作供的果效除弱我們的 我們工作,我們的事物,所有為神而做的事 的果效呢,是永遠跟著我們是不會停止的,所以呢,是永遠的享受神的同在 和神的恩慈,這件事是非常之美好的,是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可以這樣永遠經歷到神的作為,是非常之美好的 那麼我們呢,這次呢,就會繼續說到是什麼呢 到底神體重是什麼的好行為 我們有兩段經文的,馬太28章這裡說到呢,就是大使命啦 然後呢,馬太25章就說到呢,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我們就去,由這兩段經文說到,就是耶穌最體重的是什麼的好行為 是神會賞賜和紀念的,好,現在請姐妹讀經 馬太福音28章19-20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明的名,給他們施洗 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年 馬太福音25章34節-40節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雪 你們這無我父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喝了,你們給我喝 我穿黑女,你們留我住 我赤身霧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侶,你們來看我 二人就回答說 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 喝了,給你喝 什麼時候見你在客女,留你住 或是赤身霧體,給你穿 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侶來看你呢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則是,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好,謝謝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經文 我們由這兩個經文,可不可以看到神呢,如何體重我們 哪一種事物是很重要的 那馬太二十八章那裡呢 十九到二十節 首先這個,我們大家都熟悉了,這個就是大使命 那我想有人去說一下這個大使命裡面其實包含了吩咐我們做什麼呢 那大家可以隨便回應,這個就是根據經文可以看到的了 這個大使命是叫我們要大人歸主 那是要教導他們 那 那你從頭開始講那個經文裡面說我們做什麼呢 那我不如說這個的上文下理 上文下理總括來說,就是復活的權並和使命 那這樣呢,神給我們這個權並,這樣就可以叫我們是帶到那些人認識耶穌基督 讓他們是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那奉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面 凡我所吩咐的,我所吩咐的就是耶穌基督 吩咐我們的,我們都要忠恨、忠守去做 那麼,這個,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的使命 是提醒我們的,是一個很重要的的命令 好,我想大家說一、二、三 是哪四樣東西,三樣東西在裡面叫我們做的 在一個經文裡面 第一,就是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惡門徒 這個第一要我們做 好 第二,就是叫他們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面 嗯 經文說什麼? 嗯 經文說什麼? 經文那裡叫,給他們施洗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是 好,第三樣呢? 第三,凡我吩咐你的,都要,都教訓他們 中手 OK,好,好啦,第一樣,其實呢,第一樣有分開兩個action 大家留不留意到有一個字,是講到有一個行動,一個字而已 去 去 去 是,沒錯了 是 就是,神的心意是怎樣呢? 萬民 希望 希望每個人都認識基督啦 希望神的角度,神的福音可以全遍天下啦 OK,好 那就是全世界的人啦,不同國家的人啦 門徒,的意思是什麼呢? 跟從主的人 嗯,這個字呢,其實就是學生啦 就是,成為神的學生,跟隨者 又是跟隨者,又是學生 就是說呢,做耶穌的跟隨者,去跟隨耶穌就不只是做信徒 嗯,因為有頗多人呢,以為信耶穌呢,就是我信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有些人那個觀念呢,是,只是信的 那當然,信是很重要的,信是開始 也都是,就是一路,我們維持我們跟神的關係都是一路信的 那但是呢,信是會單獨存在 當我們珍信耶穌呢,神的靈在我們身邊居住呢 我們就會改變的了,就會有幸福的了 OK 然後奉父子聖靈的名牽牽門施洗 那這裡呢,講給我們聽 關於耶穌和聖靈和天父的關係 大家看到些什麼呢? 奉父子聖靈的名 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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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一體,OK 我們單憑這個經驗 你再講 還有,層次有先後的 就是父是先的,然後第二就是聖靈 OK,好,有先後的 但是也都告訴我們聽 他們是誰 就是說呢,耶穌和聖靈的身份是什麼 譬如耶華見證人,他們否認耶穌是神 他們說聖靈是能力 那我們可以由這個經文怎麼回應呢? 只可惜他們那本聖經 他們都是寫聖靈是一種的能力 是一種的風 而指的,他們都是說耶穌基督是人 不是神 OK 好,但是我們由這個經文 其實有很多經文回答的 但是由這個經文,其中很重要的回答耶穌的神聖 是在啟示錄那裡的 是有說到,榮耀重贊權能 是歸於寶助者和羔羊的 就是,因為讚美、榮耀 是會歸給其他人,除了歸給神之外 所以也歸給天父和羔羊的 而這裡呢 由這裡那個排列 奉父子聖靈的名 讓我們看到耶穌和聖靈的身份是什麼 同是神 你再說一次 一樣是神 一樣是神 OK,沒錯 即是說 與父 與父都是有一個權定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的 都是 最重要的是同樣是神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就說耶穌是天使 但是 沒有理由 如果既然 如果耶穌只是一個天使 那應該受洗是奉 還是天父的名 就不是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也不會說奉聖父和一個天使 和一個能力的名 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到聖父聖子聖靈 同樣是神 它不會把這件事列出來 就像譬如說 你奉聖父和加伯烈的名 不會奉天使的名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的神聖 那就是說原來我們留心看聖經 裡面也有發掘很多東西 然後呢 譬如耶穌吩咐的 我們都教訓祂遵守 這個部分我們叫做什麼呢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嗎 不好意思 就是說這個部分 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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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幫助祂靈命 那這裡是不是只是教 這裡的經文說 是不是只是教 是不是只是教訓他們 不是教 要跟著 那他們跟著行 是的 沒錯 因為如果 譬如說 但是從來他們都沒有跟著行的手 那就還沒有做完那個職責 所以我們都需要了解一下 我們的會眾 我們跟進的人 你和神的關係怎麼樣 你和神 你覺得關係密切 你覺得能不能夠從神得力 你祈禱能不能得到幫助 這些我們可以了解的 或者對於罪 你怎麼看法 這個是用一個詢問的方法 有一個詢問 而不是帶有一個負面的心態 譬如負面心態 你是不是沒有讀聖經 你是不是沒有祈禱 這個就是負面心態 就變成了去了解的時候 了解得 好像覺得你也是做不到的了 這樣的心態 我們是一個正面的心態 去幫助人 就是確定他們是遵從耶穌所吩咐的 那又跟著講到呢 有一個應許了 當我們傳播這個時候 神答應什麼 大家可以回答 耶穌同在 是的 耶穌與我們同在 耶穌與我們同在 會包含什麼呢 帶來什麼呢 這個聖經這裡沒有講的 不過其他地方有講的 會帶來什麼幫助呢 耶穌祂祀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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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 多去宣教,你因着被邪灵攻击 OK,我们可以怎样回答呢? 由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怎样回答呢? 即是说你经常去宣教,真的有人跟我说 他说你经常去宣教,你因着被邪灵攻击 我们可以由这个经文怎样回答 耶稣会跟我们一起,如果我们是靠着耶稣 为了他的名去宣教,那其实是常与我们同在 耶稣就会这样,邪灵应该是会害怕我们 是的,神的同在,因为耶稣已经捆绑这个壮士 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即是说耶稣已经是 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所以他能够抢夺 魔鬼手中的人,拯救他们离开 所以呢,我们都有权柄,踐踏,射龙 之所以是不需要怕的,但是真的有些人是怕的 他是怕呢,他宣教或者为人赶邪力 是有魔鬼的攻击的,这里呢,我们 就是由圣经看到,就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呢,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 神是真的会保守我们的 好了,那接着呢,就 由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对于我们去 全福音啊,宣教啊,他的看法是怎样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全福音和建立灵命 和和人施洗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有多重要啊,和我们赏赐的关系了,就是说我们赏赐 就是我们做神所吩咐的事 所以由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是注目在什么 的侍奉呢? 牧师,你的问题是重要性,是不是? 注目在什么的侍奉? 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的侍奉应该注目在什么 的侍奉? 全福音啊? 是的,全福音和 还有什么? 牧师人成为将自己所认识的 都教训的那些人遵守 是的,是的,没错了 那就是说呢,我们不是只是传了福音 我们传了福音很重要的教会遵守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的时候呢 他是得不到耶稣的祝福的 因为他会离开神的,如果他没有遵守的时候呢 我们亲近神,信靠耶稣可以得到救恩 但是信靠神一定会有福音子的 所以呢,我们的侍奉应该是 一定是有全福音和我们 建立灵灵有关 那我问你的问题了 譬如我们有时候教会的侍奉呢 是做招待啦 做执事啦 做行政啦 做一些印刷那些东西啦 很多行政的东西啦 那那些东西 怎样跟大使命挂钩呢? 这个是一个应用的问题了 怎样跟大使命挂钩呢? 例如你做印刷的 例如你做印刷的 根本都是印一些呢 帝兄姊妹的文字啦 那都是跟那个教导有关的 是啊,没错啦 OK 好 是啊,你预备 是啊,你预备教会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让他们来到是可以得到慰仰的嘛 嗯 都是跟大使命有关的嘛 是吧? 例如教会啊 担任一些椅子给他们 OK 好 是啊,简单洗一下厕所啊 洗一下碗啊 其实这些呢 不要看好像很简单 其实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呢 弟兄姊妹或者一些初宋主的人呢 看得到你这些的榜样 看到这些好的行为和好见证啦 那让他们呢 这个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之一 OK 好 那我又问你了 有两个人 同样做同样的侍奉 譬如他做招待 一个呢 是神喜悦的 一个是神喜悦的 和大使命有关 大家可不可以说得出 譬如两个人做招待 为什么一个做同样的工作 但是一个呢 神就会称赞 你所做的是和我 猜派你做的有关 而另一个人呢 神说你做的是无关 大家可不可以去想象到 分别在哪里呢 一个呢 是用爱心的 例如一个私事 他见到人的喜悦 他招呼人呢 他是用内心的爱心的 而另一个呢 就好像是职责那样 叫人家去那里坐吧 是不同的 就是个心出发 这两个人的心出发 可能大家都是要私事 但是呢 是不同的 在神来看 是非常好 或者其他人都看到 其他人都看到 是啊 他是不是尽心尽力 用个爱心来服侍人呢 是人都看到的 不止神看到的 是非常好 我都分享 我都想分享 小小的配话 是 一个是梦神喜悦 就是两个做同一样东西 一个呢 叫做神的意思 是服事 一个呢 叫做自己的想法 以为好的 是服事 就是 就是两个月 你那里的网络不是很好啊 所以 一个 继续继续 是 网络不是好 哦 我意思是说 一个是照着神的指示方法 来服事 一个是照着自己的 好的 来服事神 所以两个的 一个蒙神喜悦 一个蒙神喜悦 我是这样的意思 不知道对不对 是 OK 好 那你又说到照神的心意 但是我就问你 照神的心意 是什么心意 就是照神的指示 比如说 服事 因为神知道 他服事过一天 会遇到什么 是吧 就是照神 那里面 开启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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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问就是 神的方法 是什么 方法 我想 指明出来 哦 就是神的方法 比如说 这个人呢 他也想 照着神的方法 求问神 可以说 你就是说到 求问神 是的 神不是 啟示我们的 遇到什么事 或者有注意的什么 重新来 联受的服事 这个是蒙神的喜悦 我觉得 好 那 有些人呢 真的会很清楚 收到神的指示 但是我想说 就是有些人 收不到 他没有一个 清楚的指示 说他怎么做法 那我们想 告诉人 有些什么方法 你这样做 是神起的 就是我想 你说指明的方法 因为你所说的是 求问 求问呢 是有些人 他会 比较容易收到的 有些人 没有那么容易收到的 那 我们说出的方法 是怎么样呢 我可不可以尝试啊 牧师 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好 是的 我很同意你说 就是有些人领受到 有些人领受不到 那领受不到 是否就是不用做 是吧 但是他很想遵从神 所以我也很同意 就是我们回到经文 看看上帝怎样说 那神呢 我好记得印象深刻呢 应该是以色列 以色列书的 神呢 他怎样形容自己 是一个好牧人 因为现在是讲 全福音和牧羊 是吧 重点 那耶稣形容他 是一个好牧人 好牧羊 会做几样东西的 那我们可以学习 耶稣的样式 去做这几样东西 包括呢 找回迷失的羊 还有呢 如果他有受伤的呢 我们就要包裹他 就是帮他填伤 如果他有病的 我们就要医治他 我暂时 就是这三样 我所记得的就是 那我们就做这三样东西 还有呢 你刚才看 哪些是神喜悦 哪些是神喜悦 那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个动机 这些都是神的羊来的 是的 要记得这些是神的羊 那有些人的动机 就是我去照顾神的羊 是不是 就是做刚才三个 我说的一个 牧羊 照顾 是用 因为神的吩咐 有些人的动机就是 这些都是羊 但是这些是 这些羊 就是会做自己的晚餐 就是他可能抱着 我想销售 或者我想去 他在这些羊身上 挖些羊帽 等自己得益 那这些就不是受神的欢喜了 是的 分享完 OK 好 好 多谢 牧师 做私事 应该要有爱心 是的 要有热情 是的 就是爱心热情 还有 还有 是 私事 要做回他自己的本分 是吧 就是如何招呼一些新的来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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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总括了 那大家说的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就是 照神的心意 那我想说一说就是 我今次 选择了这个 大使命的经文 还有 下次再说下一段 就是说到 是爱心对待人 那因为那个是说到审判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所以呢 让我们看到耶稣 看重的 两个行为 他特别强调 一个呢 就是大使命 大使命 包括传福音 和为他为人施洗 我刚才没有讲到的 其实基督徒 在紧急的情况 是可以为人施洗的 譬如什么情况呢 譬如有人临死 牧师赶前来 我们可以奉扶子性命 和他施洗的 就带领他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真心的感激耶稣的救恩 信靠耶稣的救恩 真心想接受耶稣的洗礼 在他身上 那这个就是 在紧急的时候 或者 譬如你去到一个地方 譬如有些人移民 去到一个地方 是周围完全没有教会的 那他那里有信徒 真心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和他施洗的 那但是施洗之后 我们不要只是停在那里了 又教训他们遵守 那我刚才讲到 做不同的事工的时候呢 那个心态 是什么心态 和什么方法 是神喜悦呢 那就根据这两段经文 就是说 我们做任何的事奉 我们都想着 和大使命 和爱人 祝福人 这个就是马太二五章 那里所说的 就是说 他们有病 去探他 之类之类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侍奉的两样 是耶稣所看重的 那圣经又说到不同的 不过呢 其实很多都可以 归入这两个类别里面的 那所以当我们 说到做私事呢 我们就不只是私事了 我们就 欢迎人 记得他 又和他聊天 可能那一阵 接待一阵 没机会 有时有机会 那有机会就 跟他说 啊欢迎你来 我第一次见你来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啊 你 你 你以前 有没有去过教会啊 我们就不好像 我们不要查家 就是不要说 喂你结婚了没有 你没有儿子啊 那些就不要问那些 而是问他 啊你是 是不是见到我们教会 你进来啊 你以前有没有参加教会啊 有没有地方 我们可以帮到你啊 啊 我们都很关心你的 这样就传达一种对人的关心 然后呢 然后呢 都会想找机会 帮他的灵命 那这个呢 就是帮他的真信 耶稣 那这个就是和大使命有关 也都爱心有关 那譬如说做私班 我们唱私的时候都全心感激神 也都呢 在唱私的时候 不要只是唱啊 都表达同神的关系啊 譬如可以 在唱私歌的时候 也可以有祈祷啊 有些说话 我们一起赞美天父 我们感激天父 拯救我们感激天父的大恩 就是做什么工作 或者是文字的 都去想一下啊 我们那些文字 怎样可以荣耀神 可以激励人的生命呢 就是做什么都想着 大使命 和爱人自己有关 这个就是我今天所重点的地方 就是说不要只是这样做 那而 真是有些人呢 做不同的事奉 不过他真是 只是想扩张 他那个事奉 譬如耶稣说到有些人呢 奉他名赶鬼行而能啊 传道啊 神是不认识他的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心 去帮人去遵循神 他自己也遵循神 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遵循神 我们又帮人 我们自己要信靠耶稣和遵循神 我们都帮人信靠耶稣做教主 遵循神 我们都有爱心对人 这个就是神想我们做的事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任何的事奉 都应该和大使命和爱人自己有关 没问题 OK 好 多谢你回应啊 没问题都说声是好的 那我们就知道 你们都明白了 OK 我也有一个是针对经文的 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嘛 那我们这些评讯徒 都可以为其他评讯徒施洗的 是吗 但是 我刚才说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在一些情况 那个人真是临终 牧师赶不及来到 而他是想信耶稣 又想受洗 我们可以做的 那另外呢 如果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又没有教会 又找不到人去 找到牧师去和他施洗 那我们可以 那就要牧养了 就是带领他们信耶稣 带领他们成长 那就是为他们施洗 是可以这样做的 而施洗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带领他 带领他 带领他去了解我们的罪 带领他了解 例如真是一位真神 需要接受审判的 所以我们真心配改认罪 信靠耶稣 耶稣呢 圣经有讲到 在小团中有讲到 起来受洗 求告他那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圣经是有讲到的 这个不是靠行为去洗罪 而是这个 这个是代表神的赦罪的药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就好像加入一个婚姻的药 就是和神一个婚姻的药 那就是成为神的子民 而圣经是有讲到 就洗去你的罪 那我应该就在《诗团展示》 第十七章 我马上找个经文 给大家 圣牧师 我想问一下 信徒佳祭司 是否真的可以是这样呢 就是可以为那些紧急的人去试试 信徒佳祭司 这个意思 圣经有时都会 就是会分享这个 是否这样的论意呢 是 是 首先我讲一下 《诗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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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宗人是没有说他说什么 只是说他的行动 抱着他 连连与他亲咀 然后把 脯子 鞋子 戒指 送给他 那就是他的行动 其实这几样的行动 全部都表达我严肅 你和我接纽你的 那同样 神就用这个 洗礼 就是说给人听 我 洗去你的罪 就不是说那些水 洗去人的罪 也不是说 那人没有信心 他受洗 就会洗去罪 而是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一個卸罪的藥 就是神拯救人 卸免人罪的藥 我們進入的時候 就是成為了神的兒女 能夠我們的罪洗去 所以正經是有清楚講到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反對天主教 因為天主教就覺得 總之你做了這個行動就可以的 我們就說不是 是真心悔改 所以在《蝦蘭傳》第二章講到 《悔改求告他人命受洗》 就講到我們是真心悔改信靠耶穌 神是會拯救我們的 這個藥也是同時包含 神卸罪的禮物在內 就是在這個藥裡面的人 真心想耶穌卸罪的禮物 也得到這個卸罪的恩免 所以基督徒在緊急的時候 是可以跟屍洗的 就先問一個問題就是 《信徒皆祭師》 這個是聖經講的 這個祭師的意思 不只是說是施洗的 其實呢 所有將人帶到神那裡 都是祭師的作為 就是說我們去幫助人 配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幫助人跟從耶穌 幫助人去親近神 怎樣得力 這些全部都是祭師的作為 這些就是我們信徒皆祭師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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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是幾個組合在一起是一個小組 他在一個小組裡面 他也會和人施洗的 牧師你怎麼看呢? 如果他沒有教會這件事是OK的 就是說他們就是教會 就是他們做神所吩咐的事 很重要的是他們真的做了神所吩咐的 就是在大使命裡面講有全姑娘和教導人 遵守神的吩咐 而是跟從聖經的教導的 這樣的時候他們正在做正確的事 原來如果他當地有教會 那到底家庭教會呢 就是可能你的問題 就是家庭教會這件事 到底在神的眼前是怎麼樣呢? 我就覺得呢 神是接立你是家庭教會 也好有個建築物的教堂 也好都是神的家 只要他是真心傳說神的福音 大力人跟從人都 是看聖經又敬拜神 古告這些都是基督徒所做的 問題就是這樣 他到底是不是能夠做到這些各樣的事 譬如他只是做到小部分呢? 而當地有教會能夠全面性呢? 他是應該參加教會 然後他自己有家庭的聚會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如果他能夠做到全面性的 他有家庭聚會是沒有問題的 他如果能 就是說他做得不足夠 他跟教會結連 然後他自己有這些的家庭聚會 都是有 就是 是好的 還有呢 就會 另一樣的 效果呢 就是令到那些人更加有機會去侍奉 但是如果能夠跟教會結連 做小組也更加好 因為這樣的教會 可以把一些需要的人放在這個小組 那些人在這個小組跟進 也可以帶他回教會 就是這個 因為教會總是有他的長處 一個公開的教會 但是聖經沒有說明 你一定是要一個建築物的教導 是可以在一個私人的家裡都可以的 所以我鼓勵那些去到外國的那些弟兄姊妹 如果你找不到教會 或者那個教會是很有問題 因為有些教會呢 他的教導是很有問題的 那時候呢 你跟從聖經的方式 有家庭聚會 能夠做到教會應該做的事 那時候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有些教會呢 第一他屬靈上是很軟弱 他也沒有教導人去全面性跟從神的 那他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選擇 用一個全面性跟從神的方法 去有一個小組牧羊他們的 OK 我有沒有答到你 有啊 明白啊 牧師 OK 好 但是呢 有些人就另外的原因的 他不喜歡服在別人之下 他想自己做事 他不想別人 就是好像在別人之下 要聽別人的說話 那這件事是不好的 就是 如果他只是單純 因為他自己想做自己的事 如果他單純想做自己的事 而真是神呼召他 他就不如正式去做全道人 那全道人 通常來說我們就是會說 你要受神訓練 那這個是應該的 因為有神學的基礎 但是如果一個人很熟悉聖經 他就真的跟從聖經的 他是不用一定讀過神學 他都可以做全道人的 他可以自己開自己的教會 那雖然呢 普通教會就很少會請一個 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人做全道人 那一定是他有受過一些神學的訓練 但是如果有人真是呼召 我呼召是 我是想建立一個很愛主的教會 跟從聖經的 全人呼召的 那就是他想建立一個這樣的教會 而他身為發現不到這樣的教會的時候 他就可以求神帶領他 你是不是想我成為一個全道人呢 那他就求神去祝福他 他也都可以請求弟兄姊妹 或者其他教會的認可 就是其他教會可以認識他 而認可他 就是譬如有個案立禮 就是說我們證明你的信仰是正確的 那神是呼召你去侍奉是好的 那就是有別人的認可 是一個verification 就是好像不是好像他單憑他自己 就是有別人的見證 他可以去全面性的示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嗎 牧師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28章18節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拳柄都設給我了 那這句名 天上地下所有拳柄 那另一處經文 我在思想到就是另一處經文說 這個世界就是伏在掌管優阿瑪阿瑪的撒旦 是的 那當兩句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怎樣去理解這個拳柄到底 譬如我們現在身處世界 這個拳柄到底是誰呢 或者是受到誰的影響呢 大家就 是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神掌管的 但是當人在罪惡 沒有跟從神的時候 他就在魔鬼的權勢之下 當基督徒上耶穌之後 他是有新聖情有救聖情 救聖情是被魔鬼影響的 但是他越聽神話 他就越少受魔鬼的影響的 所以呢 這個世界 世界的神 是講到魔鬼 但是 意思就是說 他是掌管這個世界上 屬於世界的人 是跟從世界的人 就不是說基督徒都在魔鬼的權勁之下 耶穌是有天上地下的權勁 他都有不同的經文 比如講到這個教會的時候 他說 陰間的權勁沒有勝過他的 所以呢 是 教會裡面是神掌管的 是魔鬼不能入得到的 就是魔鬼不能夠 那 我都說有些教會真的被魔鬼入了的 因為他沒有聽到神話 那些人 神關係不好 那些人在最終 教會沒有去 去圈導他們去背改 容許他們繼續犯罪 或者是 他們沒有跟從聖經的教導 這個真的有教會 或者那些人只是 哄著一幫人 那教會很遠 那教會真的被魔鬼掌管很多地方 其實每個教會都有些少 有多或少 但是如果他主要是跟從神 那 我們又不用怕 他有的那麼多罪 那會不會被魔鬼入侵呢 那我們其實我們不需要懼怕這件事情 就是不是說有人有軟弱 那教會就有 就是被魔鬼入侵 不過如果教會容許這個犯罪的人 繼續犯罪 如果帶領他背改 就被魔鬼入侵了 明白 正經態是同時講到兩樣的 同時有講到我們的決定性魔鬼的 所以我們都需要懼罪 明白 謝謝老師介達 好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多謝天父給我們這段時間 也都求主幫助我們的事奉 是跟從大事命和愛人的自己的 聽說天父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主是愛我們的 你體重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 因為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在審判的時候 我們的行為是會顯露出來 就會被火事焰的 求主幫助我們 小心我們的行為是得我們的喜悅 按照你的吩咐 就是遵從大事命 去傳揚福音 去幫助人 做耶穌的門徒 為人施洗 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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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祈禱所吩咐 我們都教訓祈禱 遵守 那就是我們帶領人全面性去跟從神 也都是跟從大戒命 就是愛神 和愛人自己 我們在事奉裡面 都是盡心愛神 愛人自己 那這個是神所喜悅的 求主幫助我們調教 不要只是看一個事工 而是看我們在這個事奉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影響人的靈命 怎樣可以帶領人去愛神 和帶領人去愛人自己 我們都真是關心他們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一定祝福我們的生命的 神一定提升我們的生命的 願你的名得著 聽眾讚美 哈利路易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阿門 我先在那裡講 我應該再補充一下 雖然這裡兩個經文是沒有講到愛神 但因為愛神是在大戒命裡面的 其他聖經也很清楚講到 若有人不愛主者人可助可就 所以呢 應該講完 我們的事奉應該包括什麼呢 就是大使命 全福音 幫助人受洗 受洗進入神的天國 教訓他們遵守耶穌的吩咐 還有呢 就是 在馬太25章那裡講到就是造在主的頂身上 但這一切都當然包括我們跟神的關係 所以這個包括愛神 還有愛人 就是我們的師父應該呢 時時都包含這些成分 去有大使命 還有呢 愛神愛人 那這個呢就是神所喜悅的 神也都會大大的賞賜 我們有永遠的榮耀 就是神的恩賜一路脫弱我們 希望這樣會激勵大家全心 用神的方法去侍奉 那我或者講一點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教導 真的很離譜的 譬如有些陰謀論的教導 經常都是講陰謀 又不講你怎樣 尊重神 又不講聖經 只是經常講什麼是陰謀 什麼是陰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就是有些 講到很多陰謀在那裡存在 這個不是我們主要傳導的 譬如有些講到 疫苗就是 授印 正經講到 授印 在63章那裡 就是講到 首先有這個授出現 叫所有人都要授印 還是拜它才可以做買賣 如果不拜它都要殺死 所以根本這個 現在這個疫苗 根本完全跟這個授印是無關的 完全都沒有叫人去拜的 所以這個並不是授印 但是有些人就經常都講這件事 就 經常都講陰謀 有很多又講什麼 這個機構啊 他們在影響全世界 這些呢 其實 是不是真實 我們不知道 到底知道這些陰謀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根本沒有幫助的 就是我知道有些機構 經常都是做這件事 那他們根本就不是按照神的方式的事 就是我們按照神的方式的事 一定是教人聖經 遵守大戒命 中文字幕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